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每天要这么忙,看这么多文件 他说,医生啊,全部都是我要处理的文件 医生说,难道离开你公司就没人帮你了吗 不行,医生,这些都是要我亲自批的 医生写了一个处方给他 像半开玩笑一样的 那给你一个处方,每个月到墓地去走一圈 这个企业家说,医生啊,你什么意思啊 你去了就会明白了 这个企业家觉得医生怪怪的 不去呢,也不好意思 又不敢走进墓地里 就在墓的外面看 一看里面都有很多的墓碑 很多人的墓碑上都刻着永远的爱 刻着曾经是谁谁谁 曾经是生命远扬的谁谁谁 他看看想想 人在生死面前这么微不足道 当人生终结来的时候 你不放下 你也得什么都放下 与其总有一天要放下 还不如早点放下 所以人生如果有什么事情想不通 不要太难过 到墓地去看看 那些曾经名利双收的人 目的就是他们人生的缩影和归宿啊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仿佛看见沙漠当中有一座美丽的城 你们看我们到这个世界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看见像美丽的掌声 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天上好像看见这个城 有凉望台 城门 宫殿 和来来往往的行人 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 这座城堡就没了 这是什么呢 我们活着的时候 以为这是一个 人间是个快乐的天堂 实际上这是海市神楼 因为这个宫殿 它是在沙漠当中空气形成的一个幻想 根本不可得 听好了 我接下去讲 有一群从远方来的商人 他们无意间看到这座沙漠当中的城堡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在那里做生意 我们能赚钱 我们能支付 所以他们飞快的赶上去 当他们越接近城堡的时候 越离城堡远 他们沮丧的叫着 我好累啊 我好热啊 我好渴啊 当阳光照在热气上 犹如万马奔腾的时候 他们却以为这是水 大家记住吗 我们有时候开车 开长途的时候 你们看前面 很长很长 是不是像水一样啊 像空气一样啊 就是像雾一样 我们拼命的人往前跑 但是同样越是向前走 我们越是找不到这个城堡 渐渐的 他们疲乏到了极点 到了穷山峡谷当中 就是我们人间的困苦当中 忍不住大叫大哭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大叫大哭的时候 以为有人在附近 有人吗 于是他们燃起了一线心中的希望 决定再往前走 我一定能碰到人的 全身灰头垢面 越走越灰心 最后他们突然之间发现 原来追逐的只是一个幻想 以撒纳 渴望的心全部停止了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 我们原来在人间 什么都得不到 然而连回去的路 也找不到了 我们来到这个虚幻的世界 就像那群商人一样 就像那群商人一样 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天堂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每天追求的最后都不属于我们的那些物质和名利 我们想象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快乐 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虚幻世界当中贪嗔痴 我们有时候非常的无奈 会非常的沮丧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追求到的东西 却因为这个世界的无常 很快的又消失了 当我们心中失去希望的时候 我们想象的 我们还是能够奋斗 还是能够赚到钱和名利 所以我们再一次努力 继续在人间吃的苦 我们再去追求 最后又失去 再追求又失去 这就叫轮回啊 有一天 当我们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们的欲望的心才停止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什么也得不到 连回去的路也找不到 我们的一生就消失在虚幻当中 这时候的名利 物质和孩子 哪怕家庭 哪怕最深爱你的人 一切都会离你而去 你最终得到的 这是一个虚幻 来人间的感觉而已啊 所以我们在人间活得好累啊 我们虚度着年华 想想你们现在已经几岁了 我们浪费了多少年 多少日 多少天啊 所以我们不能拥有智慧 所以为什么现在要好好地学佛 当我们今天闻到了佛法 我们才是真正觉悟的开始啊 当我们找到了本性 那才是超越人间得到幸福的开始啊 那些都回经不说了 孟岭和晟 才是人间得到 losing